我要歡迎各位到東洪湖來 我們大家都是長期關心臺灣醫療政策的好朋友 不論在醫療支柱的建立 或者是醫療科技的發展 各位是政府非常重要的夥伴 一起推動臺灣的進步和發展 在這個機會 我要特別感謝大家的貢獻 我們很多醫師朋友 除了守護民眾的健康和生命 也非常熱心投入噴槍的醫療 國際醫療援助 還有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除了感謝我們醫界的貢獻 我也要跟大家一起來克服很多難關 特別是臺灣正邁向超高齡社會 健康照顧體系面臨新的挑戰 包括醫療毒婚增加 醫師人員的工時和待遇的問題 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幾年 我們積極推動分級醫療以及雙向轉診 希望透過醫療院所的分工合作 來提高服務效率和避免 我們醫療資源的浪費 另外 為了改善醫師的勞動條件和職業環境 我們規劃在醫療法中增進專章 讓醫師的植栽補償以及退休制度等權力 都有更多的保障 大家所感謝的醫療事故預防及增進處理法 立法院也積極在推動當中 這些法事面的工作需要各界極致廣密 做最好的規劃 在這裡 我非常感謝處理事長的幫忙 還有各位重要幹部的努力 協助政府跟醫學之間的溝通 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我也希望各位未來繼續協助政府的政策 今天等下我們有一些時間 可以請大家來發言 也請大家創選議員 我很期待我們分享的交流 謝謝 謝謝大家 請問